书记上回 揭说这一段雍正建侠图 上回书给您说到 钦差年更要骑马奉降府 没想到有胆大责任刀断统林码头 刺杀钦差未果 让一个人给力铁球打跑了刺客 那么刀断码头这个人 方的爷认 方辉方波林跟钦差给就说出来了 这孩子我认得 这小孩姓贺交贺超 他二叔跟我有交情 那钦差说你既是认识这个责任 您帮给防防吧 单私不成县 姑母不成林 一个人是死的 两个人是活的 说谁陪着方道侠客 方的爷 勾奔贺嘉林去防胆大的责任 这个贺超 这才有二侠北侠 老二位谋随自建 说我们陪着方的爷去 殊不要麻烦 这老哥仨 从共享府出来 勾奔贺嘉林 那么方的爷是当地人 道路熟悉 正往前行用手一指 二位调 这说话打理的可就到了 穿林而过 盈盈抄抄头了 有一片房子 一字墙的门楼 虽然说不是很阔绰 但是石头的很干净 小院很四肢 这就是贺老二 他们家 书中代言 这个贺超的二叔 当初也是标划 可是退归临下 这人叫金京虎贺健 贺二爷 那么有方的爷 用手一拍门 把门打开 飞着旁人 正是金京虎 那是说老爷的家里 没个下人吗 没有 那么在江湖上保镖 头一二说呢 危险 就即便是挣钱挣的很多 也不愿意干 上个几岁年纪 武术上呢 又不是说多高 怕自己老了老了 有个闪失 到时候呢 倒把一世英明 复制东流 趁早洗手 这才归隐 一辈子的积蓄 买他们吉普 宝田 家里边站着房 躺着地 那么娶媳妇 老来得子 还给他生儿子 抱胳膊跟一人 贺二爷是本着一份的 减土过日子 这个人很本分 所以家里连个下人都没有 就是老婆孩子 那么由于那少年 闯荡江湖 老来归乡 除了上岁数的呀 贺家林大半 都不知道这位会武 时常家里边呢 有串门的 就即便有个江湖人 也不出外姓 都是他们姓贺的 跟江湖上不连累 那么方的爷呢 在奉祥府来说 是老人物了 这还知道 有这么一个贺老二 金经虎贺剑 一般人都不知道 这二位还算走动 食堂上东凤庄去 看望老人家去 那么今天一开门 金经虎贺剑大吃一惊 贺二爷抢步 卖门槛下台阶 走到门外头 连忙打签请安 这又不是方的爷们 您老人家 怎么来到我这儿了 说着话这一请安 方的爷伸手相掺 老二 我今天带俩朋友 上你这儿串个门 来吧 里边吧 到里边我给你 指引指引 好啊您请吧 贺二爷 高兴是高兴 心里话说了 怎么这老爷子来了 不能看我来 长幼有序 我才六十多岁 这位九十来岁了 那都是我看人家去 更何况 他兄弟会宾的还了的 咱八戒不上啊 这都成了名的老人物 在一瞧身后的这二位 瞅着面上 不敢叫 但瞅着意思这两位 可以的 尤其这小矮盖的老头 看岁数是不小了 向澳旗鼓不说 背着这大宝剑 这个精神就崩提了 一定是成了名的剑口 啊 那么这个突脑瘤这个老头 两只大眼 树树有光 在哪儿见过来的 贺二爷一时想不在心头 忙不跌往屋里 请请请请 把老三位让进来 到后边 跟老伴 说你看住了孩子 别上头子去 投了 来了朋友了 自己 亲自 刷茶壶茶碗 哎 家里边有好茶叶 拿出来 这舍不得喝 有朋友来才欺这个呢 这二两真正 张艺元的高岁 哎呦妈呀 高岁还好茶叶呢 平常自己家呀 都不欺这子 本着这一份勤俭过日 打吸罐里头 把茶叶拿出来 拿这个水窗 现做水 把水漆得了 端子这来 宾主乐作 这才 让方爹给指引 老二 你许不认得吧 这一位是我的好朋友 我也时常对你提及 家住在 北直立宣化府 塞北丘陵寨的人士 江湖上人送一个美号 叫做独占北方 孝鸯头北极昆仑子 秋老虾 和尔爷一听秋田秋北鱼 买 方爷来就够瞧的了 怎么这位老爷子也来了 哎呦 赶紧二次站起来 抱全失礼 秋田一白手 和尔爷 咱们久仰久仰 坐坐坐坐 方老爷子 您再给我指引指引 这位呀 好这也不是外人 提起他 昆仲弟兄在江湖上 广播辖民啊 那么家住在山东东昌府 朝古林侯说 这一位排行在二 江湖人送一个美号 叫一轮明月 赵九州 仓首不远 我知道 侯二侠呀 哎呦 这我家里没人 这赶紧 你找一下这得上微信呢 这还了的这家伙 今天我这小榻子 蓬壁生辉呀 好家伙 怎么来这么三位高人呐 三位 这茶锅子别喝啊 别喝 这不成了 得换好的了 这高岁不成了 哎 得来那个 八十一两的了 得来这个 哎 这没有太好的了 赶紧 跟媳妇那要钱 干嘛 一会儿这得买菜 买肉 做饭 今天家里来贵宾了 得好好招待招待 方大爷一瞧 你别忙碰 你坐在这儿 我们是无事不登 三宝店 啊 你要说 打我门口过 带着朋友 您方大爷 结交这朋友 都是高的傲子 进朱者赤 进末者赫 那么我在江湖上 无名之鼠位 就凭我金睛虎 赫剑赫老二 比起人这三位 一位比一位高 人家 在天上 我 在地上 差太多 身份差得多 也没准人家 方大爷家来 朋友走吧 溜个弯吧 溜着这门口 提起来 你看这儿没有 贺家林 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这里边有高人 退影归林 当初一位老标行 我一小兄弟 叫金睛虎赫老二 走吧 都是标行人 咱们串个门吧 这须有 这一说 无事不登 三宝店 找我有事 心里边 咯噔一下 怎么 人找我有什么事 什么事 人家办不了 人家三位 志位找我 我出不上力 帮不上忙 甭管人力 财力 哪样我也不行 这都是 出了名的大财主 有的是钱 能为高级了 江湖正名望大 能耐大 人找我有事 就不是什么好事 不是善茬 这一句话 赫尔爷面带难受 方爷 您同这二位老侠 到我这来 有什么事 那您讲在当面 我为您三位之命 试听 您让我干什么 我干什么 可是尽力而为 我办得到的一定办 办不到的 那就没办法了 你总办不到 这是我们三位 问你啊 你实话实说就是 你要实话实说 哎 有我们三位 恐怕你也信得过 我们哥仨 一力帮你维持 你绝不能让你 受罪落包 这话厉害 实话实说 还得帮我维持 我怎么了 闭门家工作 祸从天上来呀 安善良民呢 我比出家 强不了多少 说出家的和尚 扫地不伤 楼一鸣 爱惜非和 杀着灯 就那么一说 我是真小心的 走到树底下 躲会儿阴链 我还怕树叶掉 里把我砸着呢 因为我这辈子 不容易啊 好 真正刀来枪去 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到老了老了 娶这么一小媳妇 得这么一个小儿子 我也算想天伦之乐 靠这几亩博田呢 我就算 这辈子拿下了 什么事啊 您问吧 我一定实话实说 死我知的 我全告诉您 也没什么大事 你别害怕 别紧张 老二 你有个本家的侄子 叫贺超的 最近上你这儿来了吗 来了 哦 问他呀 冤家了 怎么冤家了 嗨 您别提了 那人说贺超来没来 来了 这贺超怎么意思 这个贺超啊 他叫铁门金元 这个人能得不怎么样 可是 打小不消好 他这个 跟着一帮坏孩子长起来的 家传的武艺 又会两下子 在这堆孩子里头 可就成了头了 说现代话吧 不良少年 那么家大人的贺姐呢 很出了几位 成名的英雄 对他是严家教管 那么这一打他 给他打逃了 跑到社会上呢 这么一闯大 这才知道 感觉自己小时候 学这套啊 全部不灵 在社会上吃不开 不说洗心革面吧 总算是往正道归了归 也能啊 创出点名誉来 掌中一口刀啊 也有两下子 那么这才回家 家里一瞧呢 得了也大了 也懂事了 也不跟小时候那样了 这有同心把他接纳了 跟家里的叔叔大爷们呢 长辈们这才开始走动 混得最好的呢 可就是 八五山五山主 火眼索尼 贺勇贺建章 还有他一书被兄弟 就是贺豹 跟这爷俩最投脾气 老上八五山去 英明是找的叔叔 实际是间接的为了接触 八五山的各位高人 日后呢 在江湖让自己好 混一条出路 按说 这也不算没错 年轻人嘛 可是有意见 能内不行 武艺一般 心路也不正 急功近利 老想急于上位 那年轻人就怕这个 你不踏实怎么也不成 你现在我要回想 我小时候学艺的时候 就因为没想干这个 才能学 我要跟现在的年轻人 是不成 学这个 就为了马上 干这干专业 那着急 我小时候没想干专业 我爸爸是让我学法律 以后让我上法院 当法官去 我爸爸老觉悟了 你看我儿子 二百多斤 挺胖的 老憋着让我来这个 说这孩子 从小就嚼起来 能说 刚才让他学这个 当法官去 那我喜欢这个 文艺 我从小钻这个 我那法律我也小 这也小 但这上科的功夫 那确实我也干不了 到今儿我也都好 可不为挣钱 你这心里都 没那么些个杂念 才能小跑 才能往这一门上钻 那现在有些个年轻人 也要小这 咱们眼瞅着 兜急 他老拿不下来 拿不下来怎么办呢 他就得想别的招 广平这坐这说是不成了 就得想别的招 所以这他有啊 音乐评书 WAP评书 男女评书 学人家这个平坛 这桌子不横着 竖着搁着 这桌子竖着搁着 那俩高椅子一边一个 咱那个南方的平坛是那样 桌子旁边立着三仙儿琵琶 一会儿说着说着 人家南方话 小木头也拍 说说把弦子插着 一弹 江南软雨 软款温柔的 人家也讲故事 他没咱们这个 咱们这个比较 鸡灵刀枪这样讲究 尤其要说袍袋书 说出气势来 这个地域不同 文化不同 所以这个表演艺术风格也不同 这北方也有平处演员 瞅这眼馋 也弄一桌子竖着歌 俩坐着 也不会弹 也弄一样乐器跟那搁着 然后就这么说 这是各种改良 各种尝试 这个也无可厚非 咱不能说什么不对 还有记得我跟您说过 最可气的就是坐山上说这个 台上挺大 长安大军 搭一山 台上一布景 说书弄一桌子 站在那山底下 山上的搁一妞 哎 愣一皮吧 你说这听书是乔妞 我老说 我这个书说的就还凑合 可人那也没有妞吸引力 我要您各位打票进去那种妞 这是网络扑 我也乔妞 这网络扑人家听着半导体也对不 所以你这都是胡来 要我说 孩子叫我这都是胡来 那么这个不能有私心咋念 你说这么年轻人 他不下功夫 身后练鞭 自己心里养 长牙子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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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的 他一结交 这个贺勇贺建章 还有贺豹 这也是两个 他觉得 哎 这回又靠山了 敢再到八导山一瞧啊 这八导山 惨惨几练练练练练练了 一打听 又 感觉有高人 打破了八导山 怎么意思呢 不知道细情 八导山有小喽喽 找一小喽喽 问问吧 你们这八导山怎么回事 你别忙 我得给你想想 好几年的事 这是我们山上有两位少山主 哎 叫做韩宝乌治果 小粉丁韩宝 闹海心 熬乌治果 在江湖上结交一家仇人 新出世的英雄 人称 镇八方 紫面 昆仑霞 童林 童海川的便是 为了 害这个仇人一死 二位少山主 这才来到了京西之地 夜路紫禁皇城 盗取国家质保 翡翠鸳鸯 栽赃于童海川 那二位山主 怀揣着质保 逃来逃去 可就逃回八导山 这才勾得童林童海川 带着江湖 让众位侠义 来到了八导山 先打铁扇寺 后打八导山 来到这八导山之后 可了不得了 在八导山上头 要试决议 当时有 当时有 童海川 献武 建决议 八导打灯 平行十三丈五 有 王石骨 八导山 瞧打太极土 这才大破八导山 当时 大山主 李坤 李戴吉 万般无奈 这才要献出 二小 以至于国家至宝 哪知道 我们这山上 有了内奸了 四山主 铁波罗汉 发禅僧 还有 这个七庄主 我们这山上的七爷 叫青龙果流流月 梦 寒天员 寒冬寒天员 跟着五爷贺勇 为了护独子 把汉堡无日果 连这东西一块 全都送玲珑岛去 玲珑岛有一位 了不起的人 九位宗医 世界妙手 司徒朗 司徒朗仰着 玲珑岛 七十二哭了 激欢消息 要对抗天朝 哪知道 可了得 抗家 当朝的斯威利耶 亲自督战 大战团 开赴到玲珑岛 就在玲珑岛 岛头的战传之上 您是不知道 要胜守 镇东霞 猴亭 猴战远 战传之上 大发神悲 剑扫三口 咱们这武装 武精这书啊 惨死在 铜林双月之下 大月尖子 扎进去 两旁边一分 来打开脑 当初有掌打贺豹之仇 又接 这个悦赐 贺勇之恨 楼楼兵 啪啪啪 把所有经过 这么一输 何把 这贺超给气坏了 当时三十神 暴跳五零 豪气腾空 七扎零三岁 撕碎口中牙 扩大娃 恐慌 活活活 我得给报仇 我要 给我们赫尼人们 报仇雪恨 姓童的 参加 有没有 门牌号码 住在哪 你告诉我 我找他去 楼兵多坏 一条 好 贺少爷 够光子 够行 听说人家是北京人 在北京 人家是 贝勒普的护府教师爷 您打听 童林打听不着 您打听 四皇子 您准备打听到 你蒙完了 这小子一口刀 从云南拔户山 还想奔北京 到北京 疯人就问 愚人就讲 打着打着 这四贝勒普在哪 北京人好管前世 一给指 你坐二号线 怎么找 用和工上来 解这个 C口这 叫东南某 上了以后奔南 到了 用和工南前 王立拐 您上那 您 找四贝勒普去 跟打听到 到这 像那个 你拍门找童林 也该找 童林没在家 童林老出去 老不在家 童林老在家 带着咱们哪有这套书 就是把童林发出去 一访童林没访着 二访童林没访着 敢三访童林 童林真在家 他还没敢动手 怎么正敢 三月三亮标会 三月三亮标会 咱们说的 大亮标啊 这三月三亮标会 一起标 从北京 双龙标局 分号 往 盆头峰走 这一路上 暗含着 有一位 在暗中 偷看童林的 非之旁人 正是小子贺钊 这小子有心 当时 亮标让过去 此童林一死 他一看 这亮标 他傻了 成了名 见侠客太多呀 有的叫不上名了 有的叫不上名了 这都什么人物 过去也是白给呀 也搭着 没到过荆棘之地 到了北京城 一瞧 这势盘 有点怯了 当时一含糊 没动手 回来给自己俩嘴巴 怎么那么窝囊 今日也说 沙通林 明日也说 沙通林 仇人就在眼前 应该 亮刀过去 突击一下 手刃仇人 给我输 给我哥哥报仇才对 这能废物 自己反省 自己检查自己 还得去 刺进北京城 一打去 童林又走了 告诉我 保着连羹窑 奔这个四川 走 我紧跟着 一步没赶上 步步没赶上 走来走去 走到凤凰府 这台顿追手 可以琢磨 嘿 凤乡府可有帮手 怎么 我二叔金金虎 贺健 在家呢 我上贺杰林 找我二叔去 一个我有个乐角之地 另外 我有个帮手 这小子这才 购奔贺杰林 他是当地人呢 少小而出 打小 他出去跑去 家里面是熟悉的 到这啪啪啪 一叫门 二叔迎门 让到里边 怎么着 有些年没上 二叔这来了 您许还不知道 哎呦 二叔 说的话 眼泪还下来 米袋马袋 跟挤着出 挤着眼泪的 贺二爷 一瞧孩子 你哭什么呀 我去到云南 八卜山 您许不知道吧 贺二爷说 什么事我不知道 五山主 贺勇贺建章 惨死在玲珑岛 仇人就是 同海川 一往经过 啪啪啪 这么一书 还望二叔 您鼎力 相助 您老人家 出了山 老将出马 一个顶点呀 我听江湖 让他朋友说 仇人统领 保着年耕瑶 就在奉降府 咱叔之 此时不动手 更待何时 咱一个童林够本 咱俩赚一个 实在不行 童林是厉害的 咱们刺杀 您更摇 把屎盔子 扣着童林脑袋下 绝不能叫他活了 您琢磨琢磨 这贺二爷 刚吃几年 安城饭 老孩子热炕头了 能跟他 弄这些 瞎倒乱的事吗 超 你听谁说的 我不知道 跟我听说的 不一样 您听说什么 我听说 是贺勇 他不对 我听说 他们纵容子职 盗取国家至宝 那是随便闹着玩的吗 好 藏匿国家侵犯 打算藏匿国宝 这不找到没 慢说是他 就是他把兄弟大哥 李坤李太极怎么样 人称混元侠 到最后 山势得破 现在 戴罪归山 这辈子 没有李坤李太极 这人物了 那八卧山 雇若金汤 李坤李太极 家里多少钱 拿出钱来 打造一座八卧山 铁桶的箱子 感情在人同林面前 不堪一击 玲珑岛的司徒朗如何 少年之时 我行走江湖 我就听说有个司徒朗 我庆幸自己没赶上 那司徒朗在江湖上玩的时候 还没胆子 杀人无缩案 最后 听说这老爷子 愣远奔西洋 在洋人的大船上 学来了 西洋八宝 装哑巴多少年 会议守的机关消息 掌中一队日月五行轮 独步武林 那武艺高了去了 论心眼论智谋 哪位玩过司徒朗去呀 更何况玲珑岛 七十二个天然的窟窿 那有天险呢 怎么样啊 完 司徒朗 玲珑岛也让人给打破了 到现在等着 您还别的刺杀童林 宝贝 外边打听打听 童林还能碰 别说我 跟家待了好多年 功夫都扔下了 就是我少壮之时 咱爷儿俩捆一块儿 盗着人同龄磕膝盖 人同龄 抬着这 腾腾吐的能耐 就把咱给裁死了 爷们儿听我的 听二叔的 忍了吧 你说姓赫的不像 姓赫的吗 咱们至亲骨肉 虽然你我不是亲父子 咱们叔职 包括贺勇 贺鲍 也是两个 咱们不都是贺嘉林 出来的吗 可是有一节 事有事在 谁对谁错 也不必再论 咱们能为不计 报仇二字 且莫再提 不必挂在心上 孩子你既是来了 二叔我也没别的 要暖身上 你要饱家常饭 家里边我吃什么 你吃什么 来 把你二婶 跟你兄弟喊出来 见里面也见见 贺超一听 得 热脸贴冷屁股 二叔不管 哼 我的二叔 怕是怕的厉害 怎么不就一条命 跟他喝个又怎么着呀 既是您不愿管 话不投机 我也不跟您说了 那得了 那您既是不管 我在拆这主意吧 您把二婶跟我兄弟请出来 我们见见吧 哎 这才是正理 把老伴跟孩子 给领出来 那么 贺超过局见理 一看 自己这 书被兄弟 那还没长成人呢 十来岁啊 小孩 哎呦 还挺好玩 得了 哎呦 我也不跟您这捣乱 我外边活动活动 有工我再来看您来 你可 别找佟林的麻烦 找佟林麻烦 就是找自己的麻烦 我明白 三坚草坡 各位 陕西奉香府 三坚草坊 是有名的冰镇庄子 根本打冰镇 江湖上多着高人 专门千里迢迢 构奔陕西奉香府 到三坚草坊去打冰镇去 别的不打 您说我到那儿 带着铜 带着铁 带着木头袜子 您给我来十把锄头 做六个铁仙 人不刺猴 不打 专门打各种冰镇 只要你画出图纸来 人家就能给你打出来 那专门有几位 能工巧匠 那跪上两个掌柜带货去 好都会两下子 哎 我打小凤香府长起来 三坚草坊 久有耳闻 我也糊涂了 怎么到舍近求远 外边瞎蹦去 自己这口刀很不衬手 我呀 我打一口宝刀 麦布他进来 掌柜的眼多毒 一瞧这位鸠鸠武夫 舔着胸脯子撇着嘴 这脑袋晃跟车轮似的 一进来 俩眼烂鞋子 往前面上挂这冰镇上看 看不是好看 那咱们要到了兵器库 西市门外的 到二里沟这儿 车子沟那儿 有这兵器博物馆 咱们去的是 探围观止 世界上 包括咱们中国 现在 国里墙上各种高科技的武器 过去冷兵器什么样 后来热兵器什么样 咱们都看照相 问人家 这能照吗 这拍照 大年头就这 都是这意思 那贺超过去 贺超撇着嘴进来 那意思 这都是玩意儿 两个一条 好 这位一定是有两下子 这位 少侠 你多会说话 张嘴叫少侠 高叫高答应 您什么事 买馒头上你这屋干嘛嘞 你这别看也冒热气 打兵呢 打兵呢 您 是刀啊 是剑啊 是枪啊 是极啊 刀 您 要什么刀啊 什么刀不所谓 奋上得沉 好 你看这一口刀 说的话 打得了的枪上一身手 一个大号的砍刀 递过来 贺超抄到手里头 打兵 打口破刀 递过来 不行不行 哎呀 我们这已经是 最沉的兵人了 您要是想再要分量大 那么您就得专备您量身定做 虽然定制的那就是 您想打什么刀 打什么刀啊 最沉什么刀 您履历怎么样 没问题 那就是 金背砍山刀 可有意见 这金背砍山刀 往刀背上加生金 加多的分量您自己定 另外您得有那么些金子 您把金子撂在这儿 刀钱跟公钱 酒钱另算 这不能按金子 您要没金子 我们给您预备 那比您自己拿金子还得贵点 因为我们得上金店给您买金子去 另外那得先给钱 哎这个麻烦 您啊 别小瞧人 一伸手 把金子拿着生金 多少 二斤多 二斤多生金子趴往这一勾 看见没有 这二斤多生金子 给我打个刀背里头 那说二斤多 没加多的分量 好 这兵人 一口刀您回去要您那大刀切的刀 那这有劲的才能用这个 当然切上东也行 刀越纯切东也越行 哎 但一口刀不能太纯了 你就抡不动了 尤其这个当兵人时 得按自己履历来 但是每加一两 那都 臂力都要求很高了 这一加 加二斤多生金子 掌握一条户 小财主 这种钱 这都给您打在刀盆里 对了 拿最好的钢 给我打一大号 金背砍山刀 把这金子都夹在里头 你用多少钱吧 这么着 我给您合 把算盘拿过来 劈了啪啦的 咪一合 合了半天 连工带料 十六两银子 哦 十六两银子 手也怎么样 不好不要钱 拿出二两银子往这一搁 看见没有 过等子 连金带银 一块腰 腰得了分量 给我打收条 要十六两 给二十两 要十六两 给二十两 您干嘛 多给四两 额外四两九资 给九千 您给这也太多了 都像您这么阔绰 我们这买却是好干的 不过有意见 听明白的 明是十六两 为什么多给这四两 这口刀打得了多长时间 怎么也得半个来月 不成等不了 仇人就在眼前 马上把这口刀得到 就得爆出血恨 哪有那功夫 不成 麻铃抓紧时间 你得把这刀给我 这位三间草房的 这个掌柜一听 多给四两加急 那么您打算多长时间呢 三天 这三天什么都不能干 你所有的手里活都得停下 就给我一人打这口刀 把这口刀打得了 我额外多赏钱 只要好还给 您这也太紧点了 您看我们这会上 一萝卜一颗伙计都干着活 人手头的东西不能搁 再说打铁 这东西不一样 趁热打铁趁热打铁 您把您这个手头的东西一撂 专给您打 那东西就成废品了 再打就不对了 那为您这一档子 这些都多少钱 我全包了 我就要快 说这话一身手 又拿出一定银子了 这还是你的 你看行不行 他出手倒挺扩 掌柜一条 那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不就三天吗 完了 三天就三天 好 就这么办 他的 这个凤江湖 打了一口金被砍山刀 当时过等的 连金带金 邀好了掌柜的开收条 他把收条藏好了 他又回贺嘉陵 回到二叔家吃饭 二叔说你这一天干嘛去呢 三千草房 三千草房你干嘛 我看看冰仁 咱们也练了回头了 我想买一口冰仁 二叔家有 二叔家当年 多少年不用的那冰仁 你要行你拿走 二叔说您的冰仁我用不了 分量太轻 哟小子你能耐大了 你拿那冰仁分量挺沉 哪惹祸去 不惹祸 那行走江湖 怎么也得我趁手的冰仁 都在你吧 这小子 跟他二叔家住了两天 算计的 这口刀快得 他跟他二叔家 不辞而别 构奔三间草房取得的冰仁 贺嘉 把以往经过啪啪啪 当着面 跟这老三位一说 您要问这个冰仁 确实来了 自从他昨天走 我是耳鸣心跳 我就觉得心里不踏实 我这心里边正扑腾 您老三位来了 难道说他 拿着这把金被砍山刀 他惹了什么祸了吗 老实人哪 也不会个什么金官洞府啊 上哪去打个官司 你别看年轻时候那么横在江湖上 杀胖了 老来这几年在家里头 越呆越存 越呆胆越小 一听说这孩子要找同龄报仇 心里边就一咯噔 再听说三间草房打冰仁 现在要勾这三位匣子 就知道这孩子惹祸了 真害怕 满面惊慌都动了心了 贺二爷 一问方的爷 方的爷一摆手 没躲着娄子 这孩子还真露面 是啊 还真拿着一把金被砍山刀 哦 他在三间草房打的 昨天他说快刀日子了 也没跟我说 早晨我就瞧不见他 取是取刀去了 取完刀之后他干嘛 大的便小的羊 蹲包头放冷去 大喝一声断到劫财 他抢了人行的凶了吧 你是老标行 你们家的孩子能干那没出息的事吗 匹这个露脸 啊 难道说 他找成了名的人物 前去比武较量不成吗 嗯 那倒也没有 不过他逗的这位 倒是大大的有名 是不是姓童啊 你知道啊 啊 他找我来就为了找童林报仇啊 我这两天耳目这接往邻居室说 有一位姓童的侠客在凤翔谷 我保着年耕摇 年大 他干什么了 嗯 二位 站在身后呢 哈哈哈哈哈哈 我这不是点儿 偷二弟 搬着他肩膀 背夹个爷 拿客气盖顶着他点后腰 我不知为的 啊知为的 哈哈哈哈哈哈 刀断委员马头 刀劈子镇 砍杀砍伤军民人等无数刺杀钦差被随 您带头 金青虎贺见 赫尔阎文厅 小赫超办些这么天大的罪理 当时节到底说是练武呢 哈 演一发黑身子往后一仰 方爹也有经验 赶紧掐人钟 口尔阎过去问人钟 八天星垂打后背 啪啪啪三掌 嘶嘶嘶 别哭 哈哈哈哈 你这么大岁数 当年也闯荡過江湖 你哭着 哎呦 在我们家住这两天也活不了啊 曹文厥夫挫富扬徽啊 他今天不回家欢交罢了啊 这赫超在我们家一露面 我们家就是贼窝啊 唉呦 可不赫尔爷给急坏的 此金累都下来了 方爹啊 这么多年您知道 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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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害怕别害怕 为妈找你来 怎么这么不经事 钦差面前呢 我也等把你给说出了 太好 你怎么那么大德行呢 太恩典我了 就包括这二位 也是钦差派起来 相助于微兄 来到了贺嘉林 那么这个孩子 估计还得乐角于你家 今天要回家 你得设法 帮我们哥仨钦打于他 要讲的动手 用不着你贺老二 我们哪位伸手 都能把他擒住 就怕他是精工之鸟 刚一露面 一看见我们老三位 他磨头就跑 倘若一时不备 让这孩子给跑了 再露了网 再逮他 可就没地方逮去了 大海寻真的相逢 岂不费事吗 那么来到这儿 做一个守株带兔之事 还要贺老二你 稳住心神 咱们得设法擒他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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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忙 我琢磨琢磨 这么着吧 三位 这场官司 我可跟他打不体呀 刺杀钦拆 贪死砍伤 人民无数 就刀劈于总政 我也活不了啊 刀断通灵的码头 他不回来 欢则罢了 倘若回家 一会儿您三位 我藏在旁边这屋子里头 我家里边预备点酒 预备点菜 他回来 提不提这当事不管 我好酒好菜的一招的他 在席间我用酒把他灌醉 那时咱们伸手拿他 岂不省事吗 这个主意倒使的 不过你可不能露出马脚来啊 我瞧你不经事 刚这么一提 脸上就转眼转眼的 你这个表演怎么样啊 那还算逼真吧 我还可以 那千万得装相 是是是是 有两条 您可得把我围持 您说 头一眼说 他要不回来 可跟我没关系 我这才听您说 并不是我通风报信 放走 冤家实在于我没半点八格 那时间三位若伸手将我拿住 带到了钦差人面前 我一张嘴 可解便不清 全仰仗的老爷子您 替我贺老二 往外赎这条命 您要那么一说 我可就算死了 您要这么一说 我就算活了 即使您在钦差人面前 已经把我给说出来了 没别的 我总要 单待 单待 好 兄 你们得试着话 你放心 要我们三位 一力为耻 另外 这第二点 您可千万别让内宅 您弟妹跟您这小侄儿知道 我娶的是小媳妇 哪经过这 农村人 乡下人 媳妇娘家就是种地的 一家子老老实实 我们这媳妇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除了给我做饭 洗衣裳 简直的外边事儿 一点不明白 您这小侄儿 别看我这么大岁数 胡子都白了 今年刚十来岁 尚在同盟 可经不住下海 与他母子二人何干呢 那么可就全在兄弟你了 好 既然是这样 那我也只能是 对不住小冤家 同志们 金京虎贺剑贺二爷 屋中撒狠一咬牙 跟三峡定计要拿贺超 正在紧要关头 就听的院子外 位有人高声断贺 单 贺老二 既是你不仁 可就不怪小太爷 我服役了 这你别怪我一狠心毒 我实指望自己爷们 你不能心生外相 既然你跟这三个人 定计拿小太爷 我 你现在到你的后院关桥 说的话 这个人纵身形上方 末头就跑 他说话三峡能就在乌鲁站呢 刚你说话 三峡动身形 拉平阵往外就闯 赶到院子了 这位也上房 三峡哪顾得了 贺二爷 撵着这人 往下就追 这孩子腿还硬快 头也不敢回 知道这三位 一位比一位高 哪位追上自己都活不了 侯尔侠头一个出来 没跑出来 两见地 就变第四名了 那北侠跟方的爷 能得多高 蹭蹭蹭跑头了 侯尔侠拽出双绝来 连跑 带追带吓唬 小子 何超 你可别跑 你胆子也太大 敢做你就敢当 跟三峡 倒案 绝委屈不了 你小子 这样年轻人脑子一皱 一回头 好好跟他们倒案 逞这光光 你敢刺下 清拆你就敢用 那就算拿着 这小子多机灵 头都不灰 低头就跑 按下三峡去追 何超不说 单说何二爷 一听何超这话 心里不就一翻个 当时两半截啊 都没卖 多里多错 奔后躺跑 啊呀 好可怜 他的老伴 跟这孩子 双双躺在戏坡当中 让何超一刀一个 全给杀了 嘟疼 何二爷一屁股 可就坐在这 行若疯癫 哭都不坏了 好狠的何超 你们说何超 不是取兵人去了吗 那是 何超 遣回何嘉林行凶 怎么来的 这小子太鬼了 一看二叔 这态度对自己 阴不阴 阳不阳 冷不冷 热不热 知道再多说无意 不过就是在 何嘉林二叔这儿 找个乐脚点 三天头上一算计 兵认成了 这台浑身上下收拾 锦尘利落 小子何超 购问陕西凤香谷 西关以外三间草房 兵认部到这儿 一看自己这口刀 可凉了 打心里往外这么喜欢 这口刀打得太大 背后日儿饱 加这二斤多生斤子 格外的分量加重 压瓣在手里 这么一端这口刀 正合适 正合适 感觉这人有力气在口 这觉得自己不来呆了 手里有家伙 脚着这能耐也长三分 就在三间草房一试这口刀 真得说切斤断玉 刀口太快了 好啊 风力无比 心里一喜欢 又给了三间草房 掌柜这几个赏去 连掌柜带打铁的伙计 大家伙千恩万戏 把贺超送重来 拿大红刀衣 把这口金被砍山刀 这么一包 就在自己身上暗淡 可就尽了凤香谷 一砍 对的马下来 干嘛 大人要骑马 进阶鞭子 下来 哈托巴 轰散闲人 大家伙都得往旁边躲 贺超义琢磨正合适 钦差骑马 要离开凤祥府 真要说在公馆里的 那么些个人保着他 高飞怎么样 比我能耐大 也没得手啊 不过是用训香 把他的二目珠上而已 江湖上人传 他已然解药到手了 这位年的人也有两下呗 那么带有童林这帮人保着 我是话虎不成 反泪欺求啊 哎你出来了 倒好办了 走到大街上 我混在人从当中 只要你离我近了 就打闪 认真亮出刀来 咔嚓一向 我结果 三官年庚瑶的性命 这屎盔子 可就扣在童林脑子上 不怕中侠子把我拿过 我一口咬定是童林主使 就这主意 他一看 这竞接鞭子过去 对的吧 这倒对老长了 您别看 这儿已经都到关外了 出了西关 成关了 那年的人还没上教 年的人呢 还没骑马呢 他把这大红刀意 稍微往下抖了抖了 正解这刀意 他身后的来一人 打小活动给钻出来 探头探导的也看了 这位也正琢磨什么时候下瞅呢 一看头里有一个人 瞅着面手 好像是贺超 这位列祖遣宗 来到贺超的身后的用手 单打硬尖头 就轻轻一拍 贺超这正解刀呢 您琢磨琢磨 这刀没解开 后不来人了 一挥手一轮这刀 拿手一压这刀就要下去 这位手真快 这手一拖着拿刀的办法 这手一拖着胳膊的 哎兄弟别动手 他回头怎么一瞧 呦 这位太怪 穿着一身皮袄 还反穿着 腰里是别的 双头鼻管枪 各位废旁人正是胆大责人 贴手要的 高配 好